怎麼看這個圓呢 這個像這個右伸出 而且向上有勾的 它就是強調在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後圓鷹 看圓鷹表它在右下部是這個歐 還有一些我們可以聯想為那些左伏鷹的 特別是G 兩個比較就是單位和單一 你看角質圓單一它這個是卸称的 那麼單位它少了一個syllable 少了一個音節unit 就是兩個unit 三個 然後這個裡面特徵要看什麼呢 看這個左撇 這個左撇可不得了 這個左撇就相當於這個 沿著這個圓州運動可以一直跨過來 反過來也是一樣 不過你要很難去理解就是了 但什麼意思呢 這個單位就是一個部分 你是黨員 你就是黨的一部分 你要是這個社員 這個你是一部分 是個成員呢 你是一個一啊 剛才說這個幽幻圓圓意識 溫 這個圓圓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圓圓是人民群眾people 你看這個人民的名字 他這個是不明顯 但是他也在這邊 他也在這邊 你這個人民 以前講是草木之名 你只不過是一個分子而已 你不是中央執權政府 你不在這兒啊 這個中央集權這個中央大員呢 那比你這個單位的位置 你看這個很明顯就看出來了 這個位置不過是一撇而已 像我連這一撇都可能都不夠啊 你看中央它是這個 這個是對稱的 你看見了吧 它跟這個字母的構成來決定的 就是說字母組合 與這個字意密切相關 這個是你在書上看不到的 你看這個有 中國古人很聰明的 你看這個有字是不是對稱呢 雄雄雞一唱 天下白呀 這個有黑白的這個分界線 這個政治呢 雖然它是一橫一樹 但實際上它不會是變化 你完全可以把它變成兩樹嘛 就對稱了嘛 然後地方也是這樣 地方也正好是往右邊一勾啊 就說明它比較小啊 中央大於地方 你要很多個地方才能夠 才能最後都要服從中央的 對吧 就好像這個地球繞到太陽轉一樣 這個地方政府要服從中央的指揮啊 中央就是一 央 這樣的 完了 這些底下這個意思就明顯了 下面你看到很多這一撇了 它這個意思都是 表示它是一部分 part 你有原來就有後來 你有前就有後 你看這個舊字 這個舊字 它這個表意就是模糊了 這個primei 你有主要就有次要啊 當然這個主要裡面那個 更距離這個中間更 更偏一點 但是主要不是全部啊 你光有主要沒有次要 光有初級沒有中級高級 光有深沒有熟 光有原因沒有結果 那都是半拉 這都表示是部分的意思 你比如說級別 它就是一個部分 一層也是一部分呢 但是很多層 次也是這樣 所以你說有赦免 它都是 你看都有這個一撇的 它都是說有赦免呢 它對裡面就不赦免 叫charge 控告 控罪 是吧 這個圓 還有近呢 這個它就比較遠 你這個雲南黑龍江 它就離北京很遠呢 它在這個地方 偏遠 然後這個圓呢 也是看這一那 搖子f就可以看出是個三角形的 三角形 然後p也三角形 你把它P三角形 你把這個反過來 這個三角形 這個L是三角形 L是三角形的 全了fp在這裡 然後k有兩個三角形 然後p 又是p 又是f 又是l 然後又是l 所以這就是英語字母裡面 它就本身就有這個形的因素 這個形的因素呢 也與這個字意的因素有關係 它表示部分 part是部分的 單位是部分的 一圓也是一部分 你一圓不過是整個 它有圓 有角 有毛 你看這個毛 一毛牆的毛在底下 是不是也有這個 這一毛就是說明它是一部分 你頭髮那個也更是小了 你頭髮那個毛那更是小的不能再小了 所以它就是一腳也是這樣 上面有兩邊 腳也是一部分 你腳很明顯它在頭上面 它只是一個小小的部分 它不是 它連身體都算不上 然後你有地這兒 那也是一部分 你有地這兒 你可能是一箱情願的 一箱 然後這個箱子也是這樣 一撇 所以它這個把它綜合起來呢 就是它都是這樣 一個符號 就把它全部的就 就把它就一網打盡了 這就是漢字的奧妙 和英語的關係 謝謝